謝謝正牌的主持人 也是客伴的主持人 然後大家晚安 今天的安排主要是由那個吳喜珍 吳博士他先說 他會提供各位一個比較宏觀的 對台灣經濟的思考 那這個思考是大概長期五至兩三年來 真正密集對台灣跟北歐的創新經濟 那跟對台灣命令困境的思考 那我們大概在一兩個月前 我們也在這邊講過一個比較完整的 對他們的創新結構的思考和反省 那時候我們總覺得缺少一個 什麼樣具體的跟台灣落實下來可能的案例 然後我們第二位 謝生佑博士不太奇怪對不對 大家看起來長期來講 就不太像是準備老老博士 所以他老老博士以後 我們覺得是很驚訝 是不是因為社會運動 台灣沒有希望 那我要回應剛剛 因為朋友講 菜市場也可以拿博士 只要你搞得夠久 那今天的安排是 我們特別約定 因為以前 在這邊講過很多次 但是說他通常都講 國式論文的情半部 就是講理論的部分 跟未來的宏觀的這個影響 事實上後半部本身 真正的實踐 就沒有時間講 那我們今天剛好倒過來 我們希望是由 吳喜甄比較從一個 一三九的角度去觀察 然後去解讀他這本論文 跟他的這個實現的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不請那個誰 聲佑去談那個部分 反而是說集中來 談他具體的這個血淚 所以本來我們之前 我們這個題目 應該是要做解放 謝勝佑 重構 重構台灣市場 這樣 後來他就一直很害羞 他不業被解放 所以我們知道 要把他改成解放的資本 然後 重構 市場 市場還是台灣的很重要市場 所以我就不耽誤大家時間 大家再從一個比較抽象的裡面 然後看到怎麼樣 在台灣怎麼做具體的實踐 那這個實踐的案子非常重要 因為所有的東西 所有事不管是 是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從 剛剛有朋友講說 從左派的角度來看 總共落實台灣找到一條粗路 那這條粗路 事實上是非常辛苦 大家可以講 我剛剛在吃飯的時候 他的 不能講這個可以落差 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從這個角度 我們來思考 面對台灣的整個市場經濟 來舉一句話 或是當中 我們怎麼去找到 我們自己的一條 可以創新的粗路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來這裡 大家都會來這裡 一個很重要的 OK 那我們就把 這個 唐師傅女主經濟學社 就是不同於主流的經濟學社 那 齊英營事實上 我跟 其中我自己是物理 然後我是 對高科技產業生產的 技術方面比較了解 所以我們大概在 四年前 然後五年前 我們都做開始一個情報 去瞭解為什麼 他們的 就面板為什麼非常的慘 這個慘的事情 其實我們有講過 那個時候是兩兆雙星 我們去瞭解到 他背後的一些結構性的因素 他不只是我們通常講的這個 半功 他甚至在技術的這個 研發 因為這個半功制度之下 會有一個非常深層的 一個現實 所以本來在這個 這個 一個產業結構之下 你不太可能 形成一個 自主創新的這個技術 還有一個 那後來 我就一直不斷的 對台灣的整個 經濟的影響 的理解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 台灣的公平正義 需要一個非常重要的 目的接觸 這聽起來很抽象 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 你需要一個好的 一個有創新的經濟營運 那他們絕對不是 回到 所謂社會主義 或者是一個 計畫經濟的過程 你就如何在 設個市場經濟的 這個條件之下 你能夠去 在這個全球 外界的壓力之下 你能找到 這一條 經濟的道路 那這個 就必須要排行到 台灣怎麼對 所以 不僅是主流經濟 包括我們一般老百姓 對經濟的想像 所以 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台灣社會原主經濟學社 我們這個社 事實上是 生用力也是嘛 但是我們馬上就在路上接口 我們就成立了 通常 後來一直沒有登記 然後也沒有自經濟 但是我們是最重要的 那個activity 就是 不斷在腦袋裡面 那裡面很多研究成果 事實上是 我們這個 台灣經濟 就是 經濟學社 另外一個支部我想 就不多說了 就是說 我們更廣泛的去移解 台灣的更方便的問題 新的一個pack 所以我們一直 把他當作是一個 我們是寫是部門經濟者 所以你覺得 請生去寫是 部門經濟者 部門經濟者 就是說 還在 還在 好 我想我時間 今天時間有限 而且 我的重要的任務 就是控制的時間 然後讓森佑有足夠的時間 去講他具體的 很大便 那我希望今天 森佑有夠 真正通過這個大便 要不然 我博士就可以 把它拿掉這樣子 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就歡迎 那個 起身 各位好 很高興看到 這麼多年輕朋友 跟一些熟悉的面子 做你們的關心這個 日子 今天晚上這個活動的策劃 其實主要是 不是解放謝森佑 因為解放謝森佑時候 那個 阿老闆小君會來找我 我是想說 要穿越謝森佑的好時機 為什麼是好時機 因為他剛好拿到 最近才拿到 博士論文 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知識分享 就是這些論文 其實都是公開的下載 所以其實 歡迎各位 應該上網去找謝森佑的論文 其實 我閱讀不只他最近 出版的論文 還有他十幾年前的 碩士的論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那個謝森佑到底有多年輕 那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在談到這個 IBRT的論文 我們主持人 曾圓中 老師也在場 那這個其實就是 針對於 跨禮 然後我們這個 態度的一個問題 是基礎研究 那一般認為 一般對於基礎研究的想像 都認為是關在研究室裡面 對不對 是嗎 可是事實上 我們去了解說 台灣到底有多少像 謝森佑這樣的一個 充滿社會裡面的青年 在社會上 努力的去連結經濟 跟那個價值 這樣一個力量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年的一個整個 一個一部分的研究的 一個重心會在這裡 那為什麼是第一集 有第一集就有怎樣 第二集就有第三集對不對 然後到底 接下來我們要穿越誰 其實這個 大家可以推薦 我們非常 非常歡迎大家推薦 那這個標題 後來 後來那個 哲武的介意 覺得說 這樣對謝森佑太殘忍了 對 後來 後來 當事者在抗議 其實呢 其實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也是我們 社會美主基金學社的一個成員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跟他的一個遭遇 他自己不知道 就是 幾年前我有一次開車 然後在高速公路的那個 小交流道 那個休息站休息 然後就走進廁所 要解放一下的時候 突然 我的耳旁 就在我隔壁 冒出一個熟悉的聲音 他正在講話 他在跟他隔壁的講話 講什麼 講說 你今年那個 一分地的那個 番茄田 下了多少肥料 然後隔壁的就 就回話 所以因為他們在討論正事 我就不好意思去答了 而且是一個很尷尬的 一個人場合 我會想說 待會兒應該會去裡頭 喝個東西啊 哪個東西休息一下 到時候再打招呼 結果沒想到出來之後 我洗完手 發現他們兩個就一樣 就是邊走邊聊 在討論那些 有金融做的事情 然後就往車子走去了 然後就開車就養長不去 最後追不上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跟他這個 祕密的一個招呼 就變成我個人的祕密 所以他 他永遠不知道 我在哪裡發現他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謝斯佑其實是一個現象 我周末 上周末 在跟一個年輕朋友 之類是一個 分享 知識的分享 然後在場大概 時來位的朋友 我就趁機宣傳一下 今天晚上很多動物 然後我就把這個標題拿出來說 我說有誰認識謝斯佑的 因為之前我打電話 跟謝斯佑在溝通的時候 他就說不要拿我啦 然後他說我沒賣點 我說不會不會 結果我上周六 那整個現場的一個調查 十個左右 大概就有四個左右說 他認識謝斯佑 他知道這個人 他在做什麼 所以你看 我想 在座有人 一位謝斯佑來 請舉手 被打個看 說到這樣 永遠一點 我覺得他是一個台灣 非常難得的一個現象 也是我們應該要珍惜 那我要把它打開 打開給各位看 他的腦袋有裝熟 他的行動到底對社會來說 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講說 為什麼要穿越謝斯佑 剛剛有人說 那個解放資本 跟重構經濟 就已經很明顯了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 我去找到的說是 我發現這個 他寫這個題目 現代人的形象 主體的莫比夫斯環 有人知道 什麼莫比夫斯環 大家最嚴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真的論文 大概看了一半以上 就知道他在寫什麼 是陸文青 他一直在從事一個 哲學的思考 那這樣一個人 他其實 又同時具有多重的身分 他不是只是在 學院裡頭 在下馬桃裡面 在做學問 他從此 本身也從事 積極的從事 社會運動 甚至政治 然後下去創業 然後最近拿到 國師學問 所以 他的一個思想 跟行動之間的連結 我覺得對台灣的這個 司法其實是要有幫助的 那他聲稱說 他覺得社會科學研究 從而是價值中益 必須設定正義 理性跟理想的價值 那這個其實 這樣一個計劃 其實對現在台灣的 社會科學研究 其實是非常 非常特別的 因為我一直強調說 要怎麼樣 價值中益 是不是 我們在得到實證的資料之前 可以預設立場 那 先生又說不是 其實從而就沒有價值中益 這個意思 所以 這個是非常 他其實 從他的價值到他的一個實踐當中 其實是有一個強烈的一個軸心 那這個其實也是引導我去思考說 今天台灣我們講經濟要轉型 可是怎麼轉 我們怎麼看到那些最熱門的產業 我們就想跳下去 跳進那個列車當中 帶動我們去成長 可是事實上 你要想人家這個鋪陳已經過久 現在講那個所謂的專業戰爭 人家做幾十年的一個研究 建立了多少一個專業 然後才有這個所謂 讓你看到那個產業的結果 結果你今天看到說 這個產業正在認 未來有很大的一個爆發力 所以你要趕快跳進去 這個行得通嗎 如果行不通的話 那長期我們整個公共政策 這個產業政策 經濟政策 都應該要怎麼做呢 所以其實我們這幾年 包括跟李聰 剩佑這些人 我們在思考這個 整個台灣經濟轉型的議題 就發現說 你不能沒有價值 因為你沒有價值 你就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到底應該要投入去做什麼 那只是價值其實是很抽象 對不對 所以沒有理悟到說 其實 你去 我們剛才會看到很多 或是之前我也講說 歐洲 特別是北歐這些小國 他們地處邊緣 人口的規模又小 到底 可是他們在整個創新上面 成就又非常的傲然 為什麼 其實你去了解它 一個一個產業的成就去 發展的歷程去拆解 你會發現 他們就是你核心價值 做了你的軸心 因為你要去想說 我要研究什麼東西 我要長期研究 然後我需要召集多少相關的人 來解決什麼東西 這個這裡頭 社會需求跟價值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是一個經濟轉型的軸心 所以我們再來看說 謝忍佑的肯仁說 社會科學研究從來不是價值重力 不是設定正義理性跟真理的價值 其實現在台灣整個相關的思維最缺乏 而且他說 不是要解釋世界 而是要能夠改變世界 這個很 大家看起來很 有些人喜歡馬克思 也覺得很眼熟 對不對 他是要改變世界 所以他要思想跟行動的連結 那本來我在下午4點鐘做好投影片 就丟給林敏聰跟謝忍佑參考 然後我就想 就去學康德 就在我家附近散步 散步之後我會覺得越想越不對 因為就是覺得 有些東西還沒有搞清楚 原本我的投影片是寫說 穿越後要期待什麼風景 我們為什麼要穿越它 可是我發現說 其實它是我無法穿越的 它太豐富 它太深邃 待會各位可以跟我一起去理解它 我們只能說 在這個試圖要穿越的過程當中 去期待說看到什麼樣的風景 比如說它行動上 它讓它創辦了一個好時機的農食企業 它在錄音裡頭寫著說 學習像多數人一樣的身心狀態 身體重新理解 常人在異常生活中的一個身體模型 那表示說 比如說 它在投入這個實作之前 它 我覺得它在個人的生命歷程當中 它一直在思考說 個人怎麼獲得自由 在現代性在集體性 這個強大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它在 它處在那個 抽象的一個哲學的思考的時候 它慢慢的 其實它很多的一個 它脫離了所謂主流的社會的一個 一個運作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企圖透過這個實踐 再去做點解 重新去學習到底 我們多數的台灣人的生活 與讓開的思考人的邏輯到是什麼 然後 終於 好像 幾個月前左右 它 國際論文完成 然後 拿到追問 那這個就是 解放資本主義 社會企業的成熟 市場經濟 剛剛也很關心它 我們問它說 很好奇 你謝生幼不是用到寫什麼 你今天的那個標題 官方的標題 就是從謝生幼的可切問 然後我們在穿越 所以在謝生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說 在當今台灣的內衛之下 進步理念跟市場經濟之間的 你的活動 跟變策 探索勝出未可能 今天台灣的 不管是學界或官方 很多人在暢討所謂的什麼 青年創業 很多老師出來講 啊 我們要鼓勵青年創業 那剛剛謝生幼就說 有一次他對一個 很有名這方面 在唱法這方面的一個 一個老師同堂 他私底下就先嗆這個老師說 不管怎麼樣 你只能講理念 因為實作上面 我是拿生薑新印出來拼 各位懂這個意思嗎 很多鼓勵創新的一個 一個倡議其實都沒有考慮到 你面對現實進入市場之後 你的成本的問題 你這七年沒有得到 足夠的一個社會支持 待會謝生幼去分享 他一路走過來 可以撐到今天 他意外之中 其實意外之中 得到多少的一個社會的 或政府的支持 所以才撐下來 可是如果莫名其妙 就去鼓勵一般年輕人 大學生畢業之後 就去創業 其實這多少有一點不負責任 然後他非常具有聽看思想 這個喜歡馬克思的就是從聽看去思想 他說 他覺得 我就去看他上一場的 其實也是在這個場的 他說 台灣的合作社 真正合作社 雖然明目上有四千多家 可是真正不到十家 十家 社會企業也一樣也不到十家 為什麼 他覺得一般的社會企業都是 他覺得只是把說解決社會問題 當作什麼 當作社會企業存在的一個理由 他覺得這個是不充分 他覺得應該去觸及到造成社會問題的結構 所以他要批判資本主義 他覺得社會企業一定要批判資本主義 那他眼中的資本主義長什麼樣子呢 就 以他的一個分析架構 比如說市場社會跟合家 他覺得資本主義的市場是一論至上 然後資本積累造成了一段 他不反對市場 他不反對公平批判 比如說他企業也就是進入市場的競爭 他反對的是大肆的 其實說出來就這麼簡單 他反對大肆的 然後社會呢 他覺得被市場這個 推求義務至上的邏輯也貫穿了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說了一句話 那國家跟政府論為什麼 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共產 所以他不斷的強調 說社會企業或社會創新 如果不思考改變問題的結構 只是把這個社會裡面 當作商品在販售 在座也不要從事社會企業的朋友 如果不服氣的話 待會可以challenge他一下 所以他尋求解決造成問題的結構 他一直強調 通過商業活動要來促進社會環境 然後社群互惠共享都應該才是產業發展的分析 然後這個內部的運作 或是牽涉到所謂的利害關係人 都應該用民主的原則 然後去追求所有利害相關人 包括自然環境的人 每递會大塊 然後積極的話就是創造更大的社會環境 那消極的話至少不要去破壞這個社會環境 這個都看似言之成語對不對 非常的明亮 可是你去比較 為什麼他強調一定要社會企業 而不是所謂合作社 我們看對照他的一些理念原則 跟合作社標榜的七大原則 比如說自願跟公開的社員制 那這邊又發現說 社會企業是封閉的一個主持形態 跟合作社公開的社員制不重要 社員的民主制 那謝斯佑講民主原則 到底跟合作社社員的民主治理的關係又是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 還是一個企業的形態 然後有老闆跟所謂的受控者 跟合作社的讓他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去在社會企業裡頭貫徹民主原則 待會他會分享 或是我們會看到他在實驗上的一個 產生的一些問題 就要講 企業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最大化 這個很抽象對不對 那比如說 利害關係人 所牽造的利害關係人 他們以所謂最大化是說 加起來最大化 還是說 個別之間 那個別之間如果產生衝突 你又怎麼看 總之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在台灣不要去承諾 合作社 因為他覺得在台灣已經是一個全力網路 我們看到合作社呢 不到十家的就在 局限在消費的作社 或者是 不用服務資本的一個小生存的合作社 他認為想要透過合作社去壓倒資本系列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野心 他壓倒主流的資本系列 那可是我們要問說 其實因為西方的很多的 其實包括拉丁的收藏 也不是很 看到說這個合作社 其實是小得小農場的一個利器 在因應那個全球化的一個技術的壓力 那為什麼在台灣不成功 沒辦法 像森佑講的說 我們只能用社會企業這個形式去對待 那我們看看說 國際上有多少是利用這個合作社 其實 比如說這個 其實我答案是這樣的 對不對 各位可以想像 其實他就是小農場主之前的合作社 很難是不是 然後這個 牛奶這個 主謂逢天奶這個很有名的 如果家裡有小農場都會有熟悉 這也是沒有西方的 若人所以主持人合作社 他在合作社的同時 其實他另外一面就是什麼 跨國企業 非常成功的跨國企業 你看到這個風車跟郁金箱 想到什麼 德蘭 德蘭的花味出口 那是全世界最強 同樣也是很會碎 那這個是什麼 我知道各位其實都不太能夠去聯想到參加上的食物 鮭魚 那這個是挪威 在北大西洋 他們那個挪威的 旁邊的沿海 所用相往去感激的這個鮭魚 這同樣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鮭魚出口 那這個是丹麥的阿拉 這也是全世界最 屬一屬二的一個 魯筆公司 你看他這個台標房 他用有機的來盒 然後你看他的整個行銷設計 那看到 這是什麼 D0碗 它上面帶的這個是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 豬肉出口箱的一個公司 這個叫Danish Car 丹麥的環境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豬肉出口箱 那你去看到他們內部的整個 這個豬的屠宰場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現代化 你看他們整個 比如說在屠宰當中的整個姿勢的屬性 其實都是高度專業化專業化 你去看他們 這是我今天早上去看他們那個 丹麥最新的農業的統計年豪 特別強調說 因為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怎麼去想像養豬 養豬在台灣的現實 養豬廢水還是一個非常難處理的 比如說雲林來了 我們已經知道 七條主要河川 沒有一條是乾淨的 為什麼 養豬廢水沒有 可是丹麥的養豬為什麼 他們的一個競爭力在哪裡 在於強調環境的有數 很多的科技在裡面 很多的創新在裡面 所以我就隨便在網路上找一個 這個是荷蘭的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菲斯蘭 剛剛我們看到 荷蘭菲斯蘭奶粉也是合作社 那他們在這個是 荷蘭菲斯蘭的一個經理 在勸中國應該 他們的一個牛奶的生產 應該也學習荷蘭採取合作社的方式 他怎麼去講 你看 通過合作社把農民主支持起來 然後 控育泡維持一分之 成為整個產業鏈的主要 去分享工業跟商業環節的地方 那這個合作社的模式 一大部分提高了農民的收入 又實現了有豬年的人 在生產的寶藏的時候 提高了農民建設 現代農業的積極性 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 所建立起來的 這個食品安全之下 是荷蘭菲斯蘭佑那個好時機的一個很重點 就是在食品安全 這個體系建立起來 可以讓農民跟合作社組織 還有公司職業經理 在商務 就一起得到制服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去看 那個歐美的新自由主義 我們就直接聯想到那個什麼 肥嗎 對不對 他們那個所謂 因為公司大到一個規模之後 所有錢全跟管理權分開 那這個管理階層呢 他們利用自己的權責 給自己的薪水 提高非常高的一個力度 然後這產生很多的後果 包括我們講那個所謂 季報的資本主義 我們就用整個公司的那個營運的一個performance 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在衡量 所以造成這些這些企業的一個行為 大家都只考慮短期的收益 也不考慮長期的一個效果 包括聖略所強調的所有 都不考慮 可是這個農民生產合作社的一個 在這樣一個制度的機制的設計當中 他就讓這個農民生產者 這個組織還有經理人 互相得到一個很好的balance 那我再去看丹麥他的農業的一個 統計年報 你看他的內容 你發現說 這個總共的七張當中 有一張就是在講著 他們的合作是跟什麼 為什麼跟nearing組在一起 這個很重要 他講到說 丹麥主要的一個食品的企業 都是什麼 農民所擁有的和作社 而且都是全世界現在 就是最大規模的這些 食品出的生活 這個食品是安全的 是高體質 講到說 他們發展的歷史 是在十九世紀末期 開始 這個上回你跟那個農委會人的朋友 交換一個訊息 就是在看這一段歷史 那你想 資本主義在前 發展在前 還是合作經濟 像不在丹麥的 資本主義在前 是合作社經濟 資本主義 因為資本主義在活動的發展 待會兒我們去看到 我們稍微要趁這個經濟社經濟的知識 來解構一下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那其實當時丹麥譬如說 他們最早這個合作社經濟發生在他們的裏品的生產 接下來就 漫延到感觸產業 到很多人產業的工作 那十九世紀末期 其實他們也是面臨所謂 生育所想要解決那個 所謂結構性的盤商撥銷的問題 因為你不管是生產牛奶還是豬肉 這些農產品的特質就是怎麼樣 不耐放 所以當盤山上有要跟你收購 他給你的價錢 你雖然不滿意不開心 可是你往往怎麼怎樣 接受不然你就把東西拿回去 拿回去就怎樣 爛掉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什麼 天然的一個交易不對的結構 那他們就發現 一開始他們也只能去接受這樣一個市場結構 後來發現可以透過合作社 自己組織合作社去解決很多的問題 包括什麼 我先幫你拿這個講 像同今年報理的有講到說 我們今天很難 我們已經認定說合作社經濟在台灣不太可能 那原因為什麼 待會我們會稍微談到 會很難去確定 可是我們先看一下這些西方的小男 他們怎麼透過合作社組織 建立跟跨國企業 然後在全球競爭當中利益 今天剛才最大的合作社 都是小合作社不斷的 他們會不斷的合併 合併而成 整個合作社經濟的餘收已經佔什麼 大概GDP的多少 將近一成 一成 各位可以想像 以台灣每年17兆的GDP來說 它等於有1.7兆是透過合作社創造出來 所以不只是說這些公司在全世界相關的產品 食品產業是數一數二的跨國格式 它事實上它整個營收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們整個國內的一個生產解析當中 那他們是資本主義嗎 他們是資本主義 所以這邊要帶到說 合作經濟跟資本主義 這個是在很多國家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我們今天要解放對資本主義的想像 那在這個統計年報告中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是他們的乳瓶產業 然後這是肉體生產 那這是整個 比如說農業的一個生產 包括到農業的資產跟農業機械 這就是他們的這個Supply Center 還有其他部門 這些列出來的都是怎樣 都是他們在這些相關的產業當中的融合合作社 應該說 合作社在這些產業當中是融合的 他的一個整個經濟的產業 產實用的規模 所以小型分散的生產結構 是不是一定就怎樣 敵不過大資本 不是 他有他獨特的優勢 不是大資本的主義 這個我們最近我們在台大這個團隊 我們做了探討說 今天台灣要發展一個一樣工業 對不對 你看那個丹麥的那個 投石馬上來插旗 要在我們的整個 想可以封場的地方去蓋他們這個 用使用他們的風機 那丹麥這麼一個小國家 你知道他輪口多少 不到560萬 可是他們為什麼可以成就這樣一個 在全世界來說 這是非常高科技 非常分析的一個產業 而且在相關的研究當中 美國跟丹麥的學者已經確認說 其實美國也曾經非常用力的 要發展這個風機產業 結果被丹麥給打敗 所以這個就確定說 小蝦米是可以怎麼樣 打敗大金融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成功 他們就是長期的研發投入 跟實際的應用結合在一起 那他們的一個生產結構就是怎麼樣 就是中小型 而且很多跟丹麥這個風機產業 像NASTA這家公司 他基本上也是過去 也是在生產丹麥的那個農業機械 他是這樣不斷的轉型 那這個轉型就是有 有去滿足社會需求的這樣一個價值核心在 這樣的目的在 然後政府的角色怎樣去幫助 建立一個跨領域的一個技術的一個研究的平台 一用法規去等等之類的 所以才打敗美國建立這個 所謂我們覺得說 丹麥今天在全世界的再生的原產業 是龍頭的國家 這麼小的國家 而且他的一個整個生產的一個結構生態 不是大企業 不是大資本 不是中小企業 狗粗 所以我們在思考說 像台灣這樣一個中小企業結構 或是小農的一個生產體系 是不是一定就鼓勵 其實不見得 絕對不見得 至少說小型分散的一個劣勢 可以透過合作的方式去克服 小型分散有哪些 有哪些劣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韓上的剝削 你可以透過合作社去進行這個專業行銷 因為小農他光是專注在自己的生產上面 就已經逆不成心了 他怎麼有多餘的資源去做專業行銷 沒辦法 可是你團結起來就有辦法 你團結起來足夠的資源去請專業的經營 所以我們看到說丹麥的那個合作社經濟 怎麼在資本主義當中發展出來 就是有這一段的歷史 他就是建議專業的行銷 用專業經營 專業經營你給他的Performance 也是說要怎麼為我們這個合作社 為我們所有的會員去 去振得所謂最大的利益 你怎麼去克服品質量都不輕 像申幼他在整個經營當中 又碰到這個問題 你信任生產者 結果呢 他不見得 事實證明他不見得是值得信任 你不能就是不斷地去考驗這個人性 你必須要有一個機制 好的一個治理管理跟科學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follow 我不是說今天一句話 我們就憑著我們的默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合作社就可以特別這些 因為有專業人在打官嘛 是不是 然後資本設備不足 今天台灣的小毛巾也面遇到很多 我的產業要升級 我的產品要提高附加價值 他會用到很多的機器設備 而且這個機器設備 其實對小毛來說負擔很重 比如說幾百萬 動輒幾百萬 所謂預冷機 上車來給你去問 那更不用說 我們覺得很關鍵的研發跟升級 你不團結起來 小毛永遠沒辦法做研發 包括我們中小企業一直在講說 為何我們中小企業沒辦法做研發 可以團結起來就可以做 政府也可以協議 把資源灌進來 那永遠就沒辦法升級 那你不做研發不升級 你在國際的競爭當中 你就是處於劣勢 你包括我們自己國內消費者所享用到的那個什麼 食品安全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不是我們把頭埋在沙子裡就可以假裝沒這件事 沒有這個研發不升級的需求 不是 而且要面移說這個組織賺到錢之後怎麼分配 怎麼分配算公平 算真 這個就是大家要開會啊 那這個開會如果說是股權多的人講話才有罵語權 投票權是根據你的股份 那這樣股份小的資本小的永遠怎樣 再加分嘛 是不是 那合作社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他就一人一票 你只要是會員 不管你的生產規模有多小 你在對於這個社務的一個決定上面 你就是有等同的一個什麼 跟我們民主 政治民主一樣嗎 政治民主是不是一人一票 挑挑等死 是不是 是啊 這樣才能夠有機會去翻轉 是不是 翻轉不公平的一個結構 那再說這個怎麼去面臨國際大資本的競爭 這個是一個在全權化而今天很嚴峻的議題啊 我們待會兒會去看到台灣 假裝我們的農業不需要去面對這些競爭 結果會是怎麼樣啊 包括我們的整個製造業 服務業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 有一個朋友 他就提供了這樣一個 贊助了這樣一個標題 就是解放資本的想像 不是我們那個解放資本的 我們要解放對資本權利的想像 我們要能夠重新去建構整個市場的密集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講那麼多的作社的好處 我們要回顧一下問 為什麼在京東的作社經濟的人 沒有辦法施展台北 為什麼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合作 很多人提供一些禁止 村莊山最大的禁止 因為中國人就是一片省事物 可是散沙事現象是結果 他沒有說原理嘛 對不對 有一個退校通知很穩 如果我們念社會的人的學生就知道 他曾經提出一個解釋 我覺得很好看 除了說 很重要的是儒家教育 其他自己的利益中心 他講那麼所謂差距格局 他們常常說 退校的時候提出 東方社會或是華人社會 美國的預估是差距格局 可是差距格局是什麼 差距格局是什麼 不管說 類似這一片的閃沙 就不繼續往上看著 自我利益中心 這個大家可以去想 我們現在再強調 萌生起將自我平衡一下 那或是反過 那重點是 永遠是 有自我利益中心 那個他沒有固定的一個團體的 一個權利義務關係 我看有些朋友聽到這個議題 就整個眼睛都會亮起來 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總是可以為了 比如說為了家庭去犧牲什麼 說聲齊家治國去犧牲國 為了天下可以犧牲國 總是以那個解釋 總是可以伸縮自理 那說聲齊其實都是為了自己的意義 費小通是這樣理解的 他覺得這樣一個儒家教育 其實就是反共同性 或者是台灣的歷史研究 針對我們為什麼沒辦法合作這件事 他說發現台灣這一次時代 有很多的農民主流就會合作性 可是國民黨來了之後就完蛋了 因為國民黨要控制地方 控制點 一個優惠 所以就用很多的滲透的手段 所以就把民主流這個功能 廢掉 這是一個解釋 那這個解釋也有部分的真理學在啊 比如說我們看今天台灣各地的優惠 就幾十年了 他到底為了台灣的優惠 對到有所有想事 或者是一個解釋 國家沒有正常化 就是隨時面對中國人的必吞 那什麼話 就是養成一個邏輯 就是趕緊到位退堂 是不是這個 養成我們這個整個企業 跟社會的這樣有文化 非常的短線 的一個操作 是不是這樣國家沒有正常化的關係呢 提供大家有什麼 那謝正佑是說 他說是被資本邏輯貫穿 被國家政策開啟 那被國家政策拋棄顯然 他就把台灣這個長久以來的政治結合的意量 其實可能是這樣 那被國家政策拋棄 大家應該不陌生嘛 就是整個國民黨 比如說60年代 其實50年代 1950年代 台灣農業還是賺取外匯 所以主要的能力 可是60年代開始 就開始的所謂的民營的工 利用很多的政策 包括肥料換土之類的 農村的一個聖民擠壓的 去為了這個工業部 那這個東西到現在 其實應該都還是成立的 是不是 所以謝正佑他 他對社會企業基隆碰碰 他說 這講的我覺得看得好沉重 他說 社會企業要有使力 因為他每一天三餐 都會接獎西文面 背後都有一連串 複雜的撥銷跟公平的體制 所以社會企業要有使力 是去對基隆的結構去引解 理人對問題去處理 然後嘗試去攤創 創造新的一個市場的經濟 對基隆的社會企業 所以他創造的這個時機 他強調他是三個一體 友善生產 所以這個就跟尿基 就綁在一起 同時教育 公平教育 你看一般的企業就說 我就是要賺錢 兩人工或是怎樣 我和你們的畢業 他沒有他承擔很多 一般我們認為 跟企業經營有關的社會責任 從事教育 公平教育也沒有出來 然後他就是他切入一個 他認為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之難 非常 還跟挫節 已經形成 因為被國家拋棄 所以形成了地下之處 然後處在半前世代的 一個相對方的這個 體力安全的環境 所以他就 他認為說他要協助 有機跟 有機跟友善農民主 環境的工作 特別是什麼 他發現 其實台灣的有機農夫 很不可能的形態 會用太來 他錄影 就標局了五種 他特別覺得說 大支能會去照顧 有多種的 有機能 因為商品他們交的產品 也比較多 有多一點 有多一點點 可是 雲系能 就被市場的拋棄 所以他那個天生的 一個影響熱情 又認為 他這個企業 就鎖定要去照顧 所謂的雲系能 跟那種社區 一起的生產交通業者 他要去打開 他說不能 不能沒有接觸 結構的問題 所以他要去打開 台上就下一個 一個結構 然後他的方法 這是他呢 我們就上 菜市 他就設計了 發明了一個 社區菜市長 這樣的一個紀錄 或許待會 他的時間 他就仔細的介紹 那這個很特別的是說 其實 社區菜市長 但是我們說團購的干預 現在就比較容易解釋 可是要有人願意負責 去米菜 去配菜 去收菜的米豬肉 那他很特別的是 他把他的整個 營運的成本 跟利益的分配 整個打開網 整個打開網 比如說他賣一百塊的菜 他把八十五塊的 那個農夫 然後剩下十五塊 他就跟那個菜市長對分 因為 因為菜市長要有成本 他做一些事要有成本 而且要有什麼 一個 幼齡機制 那七十五 七點五 他才留下來 所以他拿來使勁的 他就要去掛賞 他又去開發 他拿來使勁的 什麼 這看起來就是一般的 有肉蛋糕嘛 是不是 可是他背後有這個 什麼 糙米 就很奇怪 他把這個淋塗在一起 可以想像嗎 因為今天我們是做行銷 所以現場吃不到 我們 我們 親自去品嘗的 一開始都會嚇一跳 整個 這個口感真是清新的蛋糕 為什麼 這個 他是跟一個 所謂社區型 食品交通業者可以做的 應該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朋友 他這個蛋糕裡頭 不用一般 封殼會使用的 大量的什麼 感氏脂肪跟天椒 他是用蛋殼 加零容脂來去替代那個同生器 最難怪 他的口感非常非常脆軟 他強調他是 不膚質的米蛋糕 然後 就會去 我愛慕本土農業 我要使用本土農業 比如說 有機操米跟肥農 要取代麵粉 而為麵粉 台灣 台灣種脈 其實最近有開始 一直在復甦 而是讓絕大 優數 要受盡量 然後就打擊 台灣的農業 所以他除了要去 發展出這個米蛋糕之外 去造成這個 膚質過米水 我現在有這個過米 他對這個米 用米去做蛋糕 他又充滿了很多的 一個價值的過米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台灣的水稻田 除了生產到處之外 還有很多生物上 跟環境上的意義 OK 所以它不能讓稻米自相 因為當米自相 就是修根 然後就會 不是只有他自己去用台灣 還有生產能進去的村子 所以他們要去專 用台灣的生產的果物去 去 就是這個米蛋糕去 其實不只用米 還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說那些豆腐 農米之類的 而且他百分之百的 公開到的原料來 然後又常用平時的價格 提供健康的食 很多很多的一個價值 而且這些關係到 很多的利益關係者 這些人要夠滿 接受夠滿 那提倡有機 作為一個抵抗的一個策略式 比如說 全球有這樣一個有機 的一個原能 為什麼要提倡有機農業 他因為 他維持了土壤 生態系統 跟人類三種的健全 而且很多的創新的科學 成功跟英國冠型去集結 那他特別是把這個有機生態的觀念 用在他對於這整個台灣這個社會 或是經濟體系的一個連結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生態的觀念 什麼是生態的觀念 就是盤環相扣 不可切割 也有整體問題 也有方法 因為我一看待我們的社會關係 每次人類跟其他生物的影響 不要從這個生態屬廚房去對方 都會去對方 昨天 我問一下昨天 我看公視的 有話好說的 我會有請舉手 那你就知道說 我這個畫面是在說什麼故事 那你比較貧窮的青少女 去做本上一個 是 而且那這個故事這個報道 其實就是發生在哪裡 各位其實可以上網 這個是一個台灣星星的劍子媒體 他們針對台灣很多的不公不利的現象 做很多生物的調集 然後寫在裡面 畫得出來 那他這個專輯叫 《沸屈女的少女》 這樣看行各位沒有一個感覺 他是一個童工 什麼叫童工 今天在台灣你們聽你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或是 他這個可能稍微大一點 17歲 他在 他受僻去噴賞檸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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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檬 因為他們被受僻去噴檸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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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連串的一個貧窮跟撥銷的問題 我剛剛對上那個報告者就看知識內的報告 所以我們提倡有機或是我們使用有機 至少我們不是這樣一個撥銷結構的一個什麼 共犯知識者 那他又非常批判性 你說今天台灣撤銷直接用驗證的方式去提倡有機 他覺得在西方這個檢驗技術 其實是用來對一整套現代化的管理去修正的一個方法 可是在台灣變成說這個檢驗獨立出整體的管理系統 簡單來說就是防弊 就是不相信說我要用檢驗的方式來防弊 那上游政策下游怎樣 對測 所以你那個初衷如果不對的話 你真的那些形式上的價值其實是你的辦法去 即使沒有制度也會發展出你的一個地下的方式 盤力下的方式去避免 所以他發現實務上就經常出現掉過送業 或者是中壁區埃警戒的現象 OK 所以為什麼今天談台灣的轉型創新 我們在講說到底是經濟轉型 他是神的質變 人的觀念如果那個價值沒有確定的話 你很多外在的那個制度的一個限制或政策 其實很難去達到效果 所以他利用這個菜市社區菜市場或者是 其實像我在那個休息站跟他喬運這件事情 他就是親自去做什麼 去幫忙去看那個農夫的耕種的狀態 所以對他來說 各位可以想像那個成本有多大 我今天如果平常我只是一個盤商賣東西 那公司寄過來給我 我就看消費者為你怎樣去賣就好 可是他還要去幫消費者去做那個品質 其實他是希望不要他們自己去的 他希望有更多人的參與 他認為房壁的社會治理的邏輯 是建立在一種彼此敵對的社會關係的想像 那一個社會需要藉由更多的檢驗去保健安全的情況 其實也反映了整個社會關係不信任的現象 其實也反映了整個社會關係不信任的現象 可是他這樣搞下去 你會不會覺得他成本很大 會了嗎 所以問幾個來了 他就發現說 你什麼事情都要找員工或是所謂利益相關者來開會 這成本很大 是不是 就是 而且對員工來說他很不開心 你的老闆你會主理 你會怎樣做 我就照做就好 你叫我們提供利益 然後 布林完整利益不夠好 影響公司的業益 那這個要算什麼 然後 然後 他發現 他想要儲心機率去幫忙那個 林姓明 那個小孩 去建立在那個協力網絡 然後經常他會欺品 這個 待會他會先說 或者是他發現說 他剛剛講那個85%的生產者 那15%我只拿7.5% 然後 那就變成說 你給這些生產者 就是不管你寄來東西多少 或是品質怎麼樣 你都可以拿到85% 這樣一個誘因機制的設計 他後來自己發現 這樣不太對勁 他變成一個歷代的不公平 我對很守法的生產者 也85% 然後 不守法的 品質很差的 或是氣質的酷水模樣 也85% 然後 這就變成一個 一個 所以他最近在網頁上 我會發現說 他自己就趕好 他自己就做投資 他發現說 我看他這些經驗 其實是蠻心痛的 他的誘因比如說 不問農友 或是菜市場 最後發現說 他們CAT 真的CAT 而是錢 那是決定他們的行為 這些問題 然後集體付交約束的方式 並不成功 或是負責發佈車的方式 那裡面 你們絕對就好嗎 是不是 而且選擇性的去出場 所以他發現說 他在一個 他又覺得是 強大資本主義體制的合作 要建一個 偏安的共享經濟社群 我看到他用偏安 我就心裡就跳一下 他本來是要改變世界 結果他現在就說回 搞不好 只要偏安就好 就是現實的困難太大了 比他想像的困難很多 可是我看他的一個 他的論述或思維當中 我不會隱約看到一些 一些移動的地方 之類移動的地方 比如說 他說 所有社會制度的設計 都有能源信物的一個角色 然後引導行動者的行為 而且 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設計 主要是講定 基於自立原則 模型競爭 然後你課題的第一種 最大到最多的 就引導出現代社會的感觸 剛剛這樣寫的時候 有點說 你經驗了台灣的狀況 那這個是不是不是一個狀況 這當中我們要欣賞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別的國家一個成功的經驗 或別的社會成功的經驗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請示呢 那至少 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 它其實不是經過時 而是經過某種人性的一個設定 然後去設計 其實它是經過人化 它是經過歷史人化 比如說 我們去看亞方施密 這個被奉為現在經濟學資部 在1776年美國科學 200多年前 他寫說 這個就是歐洲經濟史的部分 它是所有國家歷史經濟證明說 其實資本主義 反而是解放歐洲的能力資格 為什麼 因為早期大陸是農奴製作的 所以 發現說 農奴的維持成本很高 工作誘因低 因為 你對所謂的農奴來說 她不管整理 工作辛苦辛苦 她不貢獻一分的力量 跟貢獻一百分的力量 你都要餵我 我總是也不可犯人吃 所以 你這個工作誘因的設計 本身就有問題 所以這造成說 其實效率來說 就效率來說 是這樣的無效率 所以漸漸的農奴製作 就被解放了 所以這是一個經濟的一個力量 然後電農制就發展出來 後來又發現 電農又不太有效率 所以又逐漸取代了 就是有資產的 所謂真正配身為農夫的工作者 就有自己的土地 用自己的積蓄去耕種土地 她願意怎麼樣 去拿出自己部分的資本去改為土地 資本主義是這樣發展出來 所以重點是資本主義不是只有一種 它除了演化之外 其實它還有各國不同的 所謂風土人情 或是我們講那個文化的一個脈絡 它若在不同的一個國家 它就找出不一樣的面貌 比如說 我Email一直在罵 新制的資本主義 就是我們覺得 有資本主義外貨的那一種 而事實上 德國跟歐陸很多國家 奉行所謂基督教民主的這些國家 他們就發展出所謂協商式資本主義 比如說我們今天面臨了一例一休 是不是 那你當初已經一例一休 所以為什麼今天都要去更改 因為來自於什麼 想像的 維加斯資本階級的反彈 那為什麼資本階級呢 當初在僑內一休的時候 你那個共識是很有屬性的 可是對於德國這樣的國家來說 什麼所謂協商式資本主義 就是你各有代表與階級利益的團體 它是有代表性 它同時也具有優勢性 比如說總商會 總工會 政府這三方之間 協商式資本主義 可是在北歐它會長成不同的樣子 因為這是國家奉行所謂的社會民主 平等跟合作是他們的文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個指數 所以他們就發展出所謂的平等式資本主義 比如講台式資本主義 然後講台式合作的事 台式資本主義 台式資本主義是什麼 那總之先生又透過他這個五年的一個親身的實踐 投入了非常多 還有他的那個 事業生的半肩溫暖 他就領悟到說公共性的治理技術 這個很難理解 就是要公共性的治理技術 就是你要把大家不是只是為了私利 眼前的利益 你要把那個公共利益 那個東西透過你的 管理的一個技術 給它調動出來 達成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 長遠利益跟眼前利益 可以調回的一個量態 所以他後來就體驗到說 在社會經驗裡面防疫措施制度 恐怕更為重要 他剛剛罵一堆這個防疫 對不對 說我們的認證啊什麼之類 都是在防疫 對人性的不信任 可是他後來的體驗就是說 這個公共性的治理技術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Eco到我之前跟無榮依 我在二元一世發表的一個 創新經濟架構 就是你發現 謝盛佑的一個實踐當中 他寫非常強烈的 土地跟法徑的任務 對不對 他有很清楚的價值面而強 可是他 在一開始 其實沒有創業者 一開始就把問題想清楚了 如果想清楚那些人就不會創略了 你知道嗎 行動者有一個特質 他總是要不是很清楚 朦朦朦朦朦朦的 他才有行動力 OK 所以他有這兩個直觸之後 他再透過親身的體驗 政府淋下來 我不知道稍後多少錢 Anyway 他大家有可能願意分享 可是他 這個是他後來逐漸去提悟出來的 重要的東西 這兩個套路 一個進步的規範跟治理的能力 你如果缺乏 這四個要件 你如果都只具備某些部分 而缺乏其他部分 其實你整個組織的一個活動 其實 我覺得你要談創新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的 對於卸生幼 穿越卸生幼 有這樣一個過程的一個結論是說 他的思維跟行動 其實 的那個意義其實是非常豐富跟深水的 我沒辦法重遇 我只能跟他 在座 跟待會兒 針對他的困境和思維 然後一起呢 其實一創新 那這個是有趣的事情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還在深層影片當中 我們可以幫忙去行說 我覺得我在這邊有忽慮說 不是 這次又只是我們探討的第一個案例嗎 如果在場朋友有覺得 世人推薦了一個組織或企業型態 非常歡迎跟你們分享 我們一起把它打開來看看 從當中可以去學到什麼 然後我們要去思考 平等合作主並談的 創新跟進展 我們剛剛看到 合作是明明是小國家跟小生產者 他可以去運用的這樣一個主事形態 可是他們扮演出 他們也非常成功的 打造出創新跟進展 那個競爭力出門 可是在台灣 是因為我們缺乏這個 平等合作的文化嗎 OK 這個是大家一起的思考 那我們發現說 你要傳遞價值 或實現價值 你需要科技跟執領能力 你不能這個沒有 沒有你就會像先生柚一樣 燒好多錢 打了好多口感 先分享一下這個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直接把小生產教育成功 那個 剛剛你們都聽了 那個起真點鐘的謝神優 對 然後 如果你們之後 有機會可以閱讀 可能每個人 閱讀到有烏鴉 大家聽我講的可能會不通 那 我其實 拿到麥克風之前 我到來沒有決定要講什麼 因為今天是那個 我要被審問 所以他要審問我 才知道我要講 我突然想到 你知道嗎 那個 以前有一個哲學家 當然我名字跟感冒又要一樣 這不是叫康德 對 那他追我們的文章叫 叫何謂啟蒙 他說什麼叫啟蒙 記得嗎 不是有哲學系的嗎 這不是哲學系的文章嗎 這太少了 不行 你是沈興凱的學生嗎 解決一下 他說 那個啟蒙就是離開蒙昧的狀態 你要開始不利思考 你要有勇氣獨立思考 然後我才發現 其實我離開 離開那個學術環境 然後 創業之後 我才發現 我終於離開一個 不成熟的知識分子 真的 我不騙你 大部分的知識分子 是沒有辦法獨立思考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假說以說比說嘛 對不對 引進句點 不能自己說嘛 對 真的啊 不然你拿幾個學術入門 台灣就有自己說的 大部分都沒有自己說 那我創業就覺得很爽 你知道嗎 雖然說我自己說 我說我算 所以上次都跟那個 裴略老師同台都溃他 我不一樣 我拿錢出來輸贏 所以我怎麼說都算 就我怎麼說 不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離開 離開不成熟的知識論的狀態 是很重要的 那我年輕的時候跟大家一樣是讀書長大 就是很認真讀書啦 像我這麼認真讀書應該很少 我坐下來 開始讀知本錄的那一個晚上 我坐下來 到我站起來你們猜多久 中間只有上廁所 你看 你們猜你站 半個小時 Qnew而已啦 都還沒辦法 六十個小時 真的是一口氣 我把第一張讀完就六十個小時 沒睡覺沒睡覺 只有上廁所 所以我是很認真的 不會 然後這樣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唸 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體系建構這樣子 好 我讀書的時候是這樣 我是非常感受的 學生的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一個事情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那個 那個理論會在我們的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 有時候是在這個 理論之間 可是這些是你固定會發現的 很多時候是你必須 經驗到某些事情 你才會發現這些事情 包括說我們對於這種 這種人 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 這些事情 那可能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人 一輩子都沒有真的 好好去經驗過資本主義 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開了公司 就會比較 要徹底的經驗到這一次 所以我要為我自己的那個 博士輪答辯一下 我的博士輪沒有那麼的 馬克思主義 應該是這樣 但是它是影響我的一部分 其實 那個 右派的知識也是影響我的一部分 比方說很多 右派的哲學 所以其實 那我覺得很 很慶幸的說 至少當我寫博士錄影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指導交通說 我絕對有沒有拿到這個學後 這不是太重要 所以 我要寫我自己 那如果不符學術格式 因此的這邊 對外來說我也不是很care 這件事 那 那還好最後 就還算很順 你說欸老師 口尾開 我覺得還寫得蠻順的 他們還可以接受 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就大概是 就 我自己覺得那個經驗 對我還蠻重要的 那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件事 那所以我 我就採取了另外一種策略去寫 那所以我對這些概念 其實有我自己的 定義方式 那我想你們可以來討論 那我講的只是我的觀點 那為什麼我覺得社會科學研究 它是 它必須去設定一個很清楚的價值 那其實這件事情很難懂 因為我想大家都同意 然後至少我們生存的世界 我們可以分成兩種現象 對不對 一種是物理現象 你跟我說的東西 拋上去 可以往下掉 OK我可以接受 這個現象它可能是 對 大致上它是不會改變 可是有一些現象 不是物理現象 有一些現象是 比方說 你肚子餓了 那肚子餓是一定要吃飯嗎 不一定 對不對 我也可以不吃 我在休息 我可以不吃 可不可以 所以當某一些的行為 它不是單純的目的現象的時候 其實你的觀點就很重要 對不對 那你認為的真理是什麼 你認為的正義是什麼 這一次就變得很重要 好那什麼叫客觀 我對客觀的定義是這樣 客觀它至少 意味著一件事情 表示這個現象 只要你從我的觀點來看 你會看到相同的事情 所以就表示我這個觀點看到的 所描述的那個世界 是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普遍的意義 就是當每一個人採取我相同觀點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相同的現象 那我就可以說我這樣的觀點 所描述的現象具有客觀性 可以接受嗎 那但是如果你是跟我採取不同觀點 你當然看到會不同的現象 OK 那但是你的看到現象是不是客觀的 那應該取決於說 當我站在你相同觀點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看到相同的現象 這樣我們才可以決定 你的描述是不是客觀的 懂不懂 我覺得這樣去談客觀性 應該是比較好的方式 而不是說我的觀點才客觀 觀點不客觀 不能這樣講 我的觀點客不客觀 取決於人所在講 是大家跟我採取相同的視角 我們是不是看到 描述到相同的視角 那我如何讓你跟我 跟我站在相同的視角 看到相同的現象 我必須很清楚的交代我所有的 去描述這個現象 我所設定的 OK 我如果沒有告訴你 我所設定的這些條件 那你如何來檢驗 我所描述的現象 是不是具有不變的意義 所以 所以我要講的是一個人的檢調 所以 社會科學的研究 你不可能 不清楚的去交代你的價值設定 你的正義的原則 你真理的判斷 或是我沒有辦法去掌握 你去描述那個現象的基礎 就是什麼 我就無法去判斷 你的描述是不是具有不變性 這是我對科學性的定義 所以我認為 從這邊來看 那 這個社會科學的研究 就不可能不去做這些設定 那 那 我的錄影結構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在最後定稿的時候 有做了稍微的調整 我把社區搬到前面去 因為 那個 老師跟科學說 你如果很麻煩 他從頭看到才知道你在幹嘛 因為 老師也想輕鬆一點 能不能第一章先告訴我你在幹嘛 說好 所以就調整了一下 不然其實本來寫法是 我一開始寫的是 對資本主義的反省跟批判 那事情我要反省什麼 其實我要講說我們太習 就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跟進行 我們已經很習慣了 那個習慣包括到我們習慣用他的視野 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去理解什麼叫市場 理解什麼叫商業 理解什麼叫國家 OK 那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去 去 那這種資本主義視角下的 國家 市場 商業 他是一種視角 我們就看不到另外一種市場的可能 另外一種商業的可能 所以 後面有在講那個市場的重構 所以我們要重構一個市場 我們要重新理解國家是什麼 然後 重新理解那個商業是什麼 然後 最後才是 那社會企業應該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講自己的事 結構是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 就為了讓大家容易懂在幹嘛 所以就把這個市場企業的批評跟班 就翻臉上去 大概 論文深層的脈絡是怎樣 那 因為我被交代不能講太多理論的東西 所以我就試著從我的實作裡面 他後面講一些問題 然後再倒回來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觀察 其實 呃 與其說我在處理一個農業的問題 不如說我在處理一個 一個這種 另類經濟的問題 然後 那因為我自己以前是讀社會學 他不瞞各位 我創業的時候也是 剛開始離開學校創業的時候 還是概念走在經驗的前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做個合作經濟 OK 但是實際上能做經濟四個字 他實際的運作 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要跟你合作 他很多條件 很多條件 嗯 嗯 不管是那個最低層次上 我們的這個 互惠的 的 這個 必須 必須有一定的 彼此有一定的互惠 也必須確定我們兩個人 對理想世界的想像是一樣的 我們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實際的合作這件事情 他在運作起來 他其實 並沒有想像當中的容易 那為什麼我會做農業為題目 這個其實沒什麼高尚的理由 那時候是為了阿妹 這個 選農業 其實任何題目都可以做 合作經濟啊 最近不是有另外一群 也是我們好朋友啊 在做那個遊民啊 對不對 什麼題目都可以用 那個合作經濟的形式 那我選農業一開始 不是什麼高尚的動機 只是做的過程當中 逐漸發現這當中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都引發了很多的思考 那 我就一直 就對我來說 就剛剛像奇珍 奇珍對我的這個閱讀 跟解讀 有一些我同意的時候不同意 他同意的方說 我認為要解決結構的問題是對的 那舉例來講 我可能從一個例子開始講得很清楚 他剛剛提到檢驗的問題 那在農業領域的朋友就知道檢驗最重要 可是你知道嗎 那我進入農業領域 我繞了一圈之後 然後去瞭解各種的解憶 我覺得整件事情很荒謬 我最常是在開我玩笑 是不是 好 你有沒有學過社會科學調查 有沒有學過 好 就算沒有學過 我們有一點基本的腦袋 好不好 基本的理性思考一下 任何的檢驗跟調查 最重要的是哪一個環節 蛤 什麼 我們講 第一關叫什麼 你要檢驗第一關 是不是像取樣 取樣 然後科學 你要去分析資料 對不對 所有的調查 最重要的是哪一關是什麼 取樣 Senderly決定 我全部繞了一圈 我覺得 這個國家在開我玩笑嗎 我們沒有任何一套檢驗的機制 是符合等等的Senderly原則 那在什麼意義下 你告訴我這個檢驗是可行的 我們有這個物理學的老師 沒有 這個檢驗是符合生人的原則 好 你沒有等等 你不是隨機抽樣 你好歹系統性抽樣 對不對 系統性抽樣 也有邏輯嘛 對不對 我覺得奇怪 這種 我不是學農的 不是學什麼 那麼學 至少好歹社會系 讀過社會調查 老師都教過啊 抽樣的原則是什麼 應該怎麼抽樣 看看農業在驗證 沒有一個 真的是沒有一個 符合所謂最基本的 隨機抽樣原則 也不是系統性抽樣 系統性抽樣 是系統性抽樣 比方說我應該 理論上我應該先去觀察 比方說這農民種的是柑橘 我應該去了解說 那你的田地 周圍的地形地貌 長什麼樣 你什麼季節 你旁邊種什麼 你什麼季節 可能會 零垂什麼 有可能收到零天露來 還有一個作物特性 比方說柑橘來說 四月沒雨季之後 是天牛最多 是最重要的房子時期 所以他如果要偷噴藥 這是最可能的一個時間 問哪一個時間會偷噴藥呢 採收下來 因為柑橘會有青梅菌 碰到青梅菌 所以採收那個時期 那我大概要知道說 他的這個 製作的作物 跟他作為的環境 他哪一個時間點 是風險最高的 假設我要系統去上 我也應該要這個時間 再去做 再去任等的去收藥 你告訴我哪一個 從檢驗公司 是符合的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知道 這很荒謬 欸 我就覺得 這難道整個 我們整個系統 大家都沒讀書啊 不可能 那我就不相信 大家的消費者 都 我講這個應該大家最容易懂 對不對 如果 學過一點點 基本的社會科學調查 都可以發現 這件事情很後面 可是為什麼 我們都集體 集體麻痺 然後好像就 覺得 很 就我們很自然的 不會去 question 這個問題 OK 或者是更誇張 麻辣 當有一些生產者說 欸我自己有去檢驗喔 那我們就相信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心理性 因為 當我講這一點 大家會發現 這一點都 不是很深奧的學問 對不對 只要我們稍微 用一點點的 理性思考 都會覺得 這整套的驗證 其實是非常的荒謬 但是 我們卻把它當成是一個 呃 我們可以相信的 最可以 最能相信的 所以當然我們說 十倍檢驗我們就相信 十倍無效抽樣的檢驗我們也相信 為什麼 這件事情就 我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整個社會 會經歷集體的 潛情盲狀態 這很萌昧嘛 對不對 這跟滿平洋服有什麼 兩樣 沒兩樣嘛 為什麼為什麼 這件事情我都覺得很 很荒謬 那 那其實我在整個論文 在解釋他們的現象的時候 我剛剛 我有一個觀點是 剛剛其中比較沒有提到 就是後進國家的事業 我要在貫穿所有現象 台灣是處於一個後進國家的處境去理解 所有的現象 什麼叫後進國家的處境 簡單講 台灣一定不是先進國家 大家放心 相信 我們不是落後國家 但一定不是先進國家 真的啦 真的讓大家相信 那我們是個後進 後進國家就是說 我們是跟在先進國家後面 那剛才先進國家後面 就很麻煩 有一種狀態 你知道我覺得我們從小讀書過程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屬於那種後進地位 要嘛 就根本就是 追不上 你就認定 就算了對不對 反正那個太厲害了 我們追不上 你就好好幫我們的屠主 優惠來 顧好最後一名就好 偏偏不是對不對 我們讀書到他那種五六名的人生 最後 稍不正正 好像年十幾名 二十名 那正正怎麼認真 又拼不到第一名 台灣好想做到的 類似這種 這種情境 他在後進國家有一種 身心狀態就是 我們要一直學前面的人 可是你發現 啊我一直學 我一直學 他跑得很快啊 那怎麼辦 我們很容易再次追的過程 就迷失自己 我們會片段的 吸取先進國家的經驗 我們希望我們透過跳躍式的學習 跳躍式拼湊式的學習跟主張 我們可以超越他 可是通常那拼湊的結果 常常到最後就變悲劇 比方後來就花了一些時間去了解 奇怪 我就不相信 這種 那麼強調科學隱性管理的這種 這種可能西方的管理 他們會這樣子去看待抽樣這件事 不可能嘛 就是不可能 那 基本上應該這樣說 食品這樣的東西 或農產品這樣的東西 他有他先天上跟工業產品的差異 他的抽樣密度 不可能像農產品那麼高 不可能像工業產品那麼高 我這個手機 我檢驗一下他有沒有壞掉 我等一下還你不用緊張 這個檢驗 檢驗完沒有壞我可以賣對不對 這一道菜我把它驗完能不能賣 不能賣嘛 所以你的抽樣密度怎麼高是有限的 好 那當你的抽樣密度是有限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基本上不可能整套管理機制 依賴高密度的檢驗來確保他的安全 那怎麼辦 我就要其他的輔助措施 所以檢驗只是一整套管理當中的辦法 比度上是這樣 那我就不掉入細節講那個管理機制 好那我就回頭就進一步想 為什麼我們要去管理 為什麼需要檢驗 為什麼要這樣管理 那很簡單 你今天會去管你媽做飯 欸媽媽吃飯不行不行 我先驗一下 驗一下才給我吃 會不會 會不會 那你檢驗的目的是為什麼 不信任 為什麼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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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生產跟那個消費的關係脫離了 那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的 不是資本主義 是高度這種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體制 它必然形成的現象 生產跟交換 然後你到過分 那當這個脫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中間就相當於黑箱 我完全看不到 那完全看不到 我就會很緊張嘛 這到底是什麼過程 我不知道 我要想個方法讓它變透明 理論上好的管理應該做這些事情 我要讓中間盡可能的能 消費者的能見度提高 生產權能力提高 但是我們 當我們 怠惰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說沒關係嘛 我就繼續維持看不到 那我最後給你一個平安貼上去 它是安全 你就假裝有看到啦這樣子 對 問題出在這裡嘛 那其實你整個 我們在講它的那個系統化的管理 你把SOB化 其實它是讓整個生產過程提高它的能見度 提高能見度 某種意義上就是在降低 當我們生產跟消費的分離是 不可逆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機制把它重新連結跟縫合起來 那連結跟縫合的機制是什麼 管理是一種技術 讓你這個 這個 這方中這個 這個生產跟 跟消費斷裂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些管理的方法 去讓我們 讓中間的能見度提高 那檢驗只是這一套方法裡面的其中一方法 那檢驗的目的是什麼 應該是檢驗出來 用於改善整個管理的過程 而不是用於檢驗出來怎麼樣 跟消費斷說 欸 安全喔 不安全罰錢 不是嘛 所以我們完全搞錯整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 我後來解釋這件事情 畢竟顯露我們還是要找一個觀點來貫穿 我會用過境國家的狀態去理解這種 當我們很片段式的去 去學習接收西方文 常常會產生這種狀況 我們其實沒有整個的架構 那所以我這裡暫時沒有去批評說 那這種現代性是對還是不對 至少我們發現這樣片段的學習 我們常組裝出一些奇怪的現象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我開始去思考另外一種供應鏈的模式 這種生產單消費另外一種供應鏈 那這種供應鏈的模式 反過來 如果我能夠讓中間的透明度 是提高的 那我是不是就有可能 降低我們去那個檢驗的成本 OK 檢驗 作為最末端的檢驗 我們應該檢驗的密度多高 我應該要檢驗 這取決於這生產過程當中 我們的透明度有多高 或者兩端的信任度有多高 那比方說我後來在共同共同 我們給生產者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第一個我們不處罰誠實 後來發現我們那個檢驗 為什麼我會講那個檢驗制度 很好玩啊 都是基本上在綁閉 我一次就去一個驗證公司演講 驗證公司演講 我說這就對了 那你告訴我誰會對你誠實 一定不會 他一定不會對你誠實 因為誠實的結果他會被你們處罰 那會怎麼辦 我就不講 你有本事抓到再說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那個在台灣的農業抽樣食物上 很難拿 那原因很多 然後再細講 那但是當我們的制度如果是不一樣 那個制度設計是不同的說 那沒關係 你誠實 你誠實我不處罰你 但是我們只處罰不誠實 如果你不誠實 我們抓到我們就不夠做 那你如果誠實 你的問題我們一起解決 所以 哇 那他們就很誠實 很誠實 真的很誠實 還說現在給我跟你們講 其實 給我偷噴出的好像 那你抓不到 你放心 那一些農民分數是有技術的 你知道嗎 真的啊 真的有技術 我問你啊 你如果是一個盤商 或者是檢驗的人 你會什麼時候去看他有沒有噴出 你會什麼時候去採樣 一定等成熟的時候嗎 對不對 成熟的時候才去驗 所以農民也很聰明 你看他們是到現在講 草生栽別價格好 所以他會在種的時候 就先買那個 那個像 董事長之類的 就先買出島基下去 所以在種的過程都不會有草 可是到 他要採收之後草開始長出來 他會那個 控制量控制的很 你放心好了 那時候代謝的差不多 你還驗不出來 他們是不是要有技術的 在操控這些事情 但是 當時 如果我們今天去處理檢驗的問題 只是把小焦點放在產品的安全不安全 你的問題可能就會變成說 那驗出來 就沒有殘留就好了 你管他有沒有用 你可能就會把問題變了 但是 我要解決的 並不是那個東西最後安全或不安全 看他相反 我覺得 在生產過程 最後產品安全或不安全 他是一個結果 他不應該是我們的目的 我的目的應該是在生產過程裡面 建立一個好的管理的機制 創造生產者跟消費者合作 互信的網絡 當我們有這樣的網絡 食品安全 自然就會產生出安全食品的結果 而我不是為了要那個結果 這就是我們這種常有的問題嗎 考試是結果還是 就是考試考好是結果還是目的 他應該是結果 我們應該認真的用功讀書理解 你路實上你就會考好還是結果 那考不好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知道哪裡讀後 我們再回來學 可是當我們導過來 把考好是目的 那就出問題了 他在學習過程 對他來說 我有沒有理解不重要 OK 重要的是我要考好 因為那是目的 那考好需不需要 一定要理解目的 這兩個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對不對 我理解不一定會考好 然後我考好不一定理解 那我就覺得我們這種 處在這種很錯亂的社會 底下講說我們追求食品安全 那我們沒有搞清楚 食品安全 它應該是一個良善社會體制下的結果 不應該是整個社會體制去追求的目的 那整個就搞不清楚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奇怪的 所以我們就會去發展這種 參與式共包的機制 但是 講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實作上是困難 我剛剛說那個 大家都包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 都說因為 這次我曾經演挫折 後來我也不挫折 我覺得也很正常 你想想看你一天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七天 你有多少的時間 是可以環繞在一個 非主流資本主義思維的環境下 然後可以練習去想另外一件事的機會 很少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我們斷的在練習 資本主義 主流文化的思維 那任何的行動 任何的身心狀態 任何的那個價值判斷 它都不可能是你聽一場演講 讀一本書就不能 它一定是被練習超過出來的 一定的 就算你今天 我剛剛講說 我們要學會那種 這種反思性思考 喔我要會反思性思考 結果你明明還是不會的 因為你沒有練習 你要反覆的練習 反思性的思考 最後它才會變成你的習慣 可是我們沒有那個機會 去練習一種非主流資本主義的 思考方式 判斷方式 或者習慣方式 沒有 那個機會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後來可以理解說 那個 為什麼 實際上 當我們要去創造另外一種 非主流經濟體制的生活體系 它是困難的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 充分練習的機會 對 對 這是我自己在思路當中 因為我要很簡單的解釋 就是說 那這種情況是很有趣啊 那這也 這我也讓我去反省很多事情啊 可能甚至 我甚至 就是反省我以前在參與的運動 或者我相信的一些價值 我都覺得我們其實 很少很少真的去好好的去思考 我懂嗎 就是 本招而言 這個是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一個 很有趣的 我講兩個故事 我們常常覺得我們的 批判的觀點 或許帶著某一種 某一種解釋的 我們覺得很有真理 我們會接著我們看到某些現象 那因為我為了要了解農業的產銷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 跟盤商交流 去他們活動 這樣 那剛剛有一段講什麼 國家被國家拋切成 其實我主要是在講 農業的產銷體制裡面 有一天一個盤商 就跟我說 他們喜歡叫我謝大哥嗎 那個也喜歡叫我生優哥 那生優哥 你都說我們盤商過去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做的工作 是你們看不起的工作嗎 以前啦 現在比較多青年板家 以前是你們看不起的工作 我們是你們看不起的人 然後誰會來做農業 他都反目 他就講他爸爸 跑路啊 以前的人都跑路的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農產品最容易轉現金 我馬上去批對不對 批一個寬啊就是這樣 喊口批一箱水果 我馬上都被一百一買 就有現階了嗎 甚至我都開完箱 沒有時候都不用批 你們半夜去偷爆一箱出來 都可以 趕快賣就 真的喔 那我騙你們 那個幫手店以前在喊貨 喊一喊貨後面 早上看不見了 就偷爆 以前他就是跑路嘛 沒錢的啊 他就去批發市場 就去批貨出來買 賣來賺了一點錢 才慢慢慢慢變 一個比較穩定的盤商 我想一想也對啦 我鄉下在鄉下長大 誰有在鄉下種田 放牛班 以前我們是這樣嗎 這是真的放牛班 那我同學回去 找那些同學他們在幹嘛 那些同學 那些同學 不用提倡了 沒有啊 做事做完了 工作 就拔婚照啊 曬婚照啊 曬婚照啊 拔婚照呢 去廟室 去廟室 他們的生活世界就是這樣 那我們怎麼可能 你像當一個工作的場域長期 是我們不去參與 不去揭露 然後是由這個 以那個盤商他講嘛 這種叫社會放棄的人 或者你這個社會放棄的事情 是由他們去健康 那盤商跟我說 我們搞了幾十年 好歹我們沒建立出一套資訊 那你今天說我們是 菜醜是什麼意思 要不然你比較厲害的人來做 他就這樣跟我講 這個發展後很大的 反省跟思考 有道理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嘗試過 用他們的眼睛去看世界 認識的事情 當我們去追求一個客觀性 我們 譬如我們講 含商剝削 結果是一個客觀的描述說 事實上 那是我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 但是我們沒有試著 從他們眼睛看到的 所以我開始 列齊用他們眼睛去看到 那個世界是什麼 然後你就發現 你看到又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你可以 我們可以先這樣想 如果說 這一些人 或者這個場域的工作 他們可以跟我們一樣 有那麼高的反思能力 跟那個 道德的自我的批判 那就表示 我們這樣的體系 是沒有用的 我們如果那麼多書 都不一定有能力反思 對不對 都不一定道德 我們說 如何可能要求這些 這些人跟我們 有一樣的反思力 那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什麼 我們說要剝削農民 我就跟那個盤頭說 有什麼剝削農民 然後跟我說 什麼剝削農民 我們被農民欺負的時候 你有看到嗎 被農民欺負 那為什麼 其實你知道嗎 在農業的產銷體系裡面 嚴格講不叫盤頭 我覺得叫大欺負 大的欺負 誰大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舉例來說 零售通路就一定小嗎 全臉誰敢欺負他 為什麼誰敢欺負他 對不對 農民一定小嗎 我是海鮮 張姓大哥的成效 誰敢欺負我 對不對 我賣不掉 什麼他們後面 賣不掉的問題 一定要賣掉 所以基本上 那個系統叫大欺負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為了神主 所以一個問題在這裡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 一個經濟系統 會搞的 這個 如此 如此 這種大家為了生存 然後 必須在這邊做搏戰 他們是壞人嗎 他們是壞人嗎 你這樣想 你好像 好 我 我開始了解 農業 很了解一些 另外一個納論 就是為什麼這些盤商 每個看起來 都像阿妮品一樣 然後我就真的 跟一個很熟的盤商 為什麼盤商每個看起來都像大哥 好 然後簡單講 或講 我覺得非常有趣 各位有沒有想過 以前的農業 農業的農產教育 是用現金 你知道嗎 用現金交易 那以前有沒有生存那個 沒有嘛 能不能轉帳 那 那個 以前農民也沒讀什麼書 對不對 我們就講到放牛班 更早都是 教育就可能更低 所以當盤商去跟農民看 他就說 我幫你報告 你這個人都報告 那時候 他跟他簽約嗎 當然不是啊 先錢拿出來 你要先壓令金 所以一個盤商 要去看農民的時候 他身上要帶很多現金 那盤商能不能跟警察說 欸我身上很多現金 警車開到 不行 所以以前盤商會被搶 真的會被搶 因為身上現金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盤商就是這樣被搶 搶了他就是學衝給你拿 所以他就要帶小弟 那小弟不能養一個 你一個人搶他 所以兩個要製造毛困 因為想一想不行啊 還是可能搶他 所以小弟帶一幕放他就要帶你放 小弟帶一幕放他就要帶你放 小弟帶他就要帶搶 你要把他吃味啊 真的我沒有騙你 但我們去了解那個整個社會環境的時候 因為覺得他們 就是在為生存而奮鬥的過程當中 建立起一個很奇怪的地下資訊 從我們的角度奇怪 從我們的角度這一點都很正常 我問他說 那你們為什麼小農寄給你們的東西 你們都要 你們會怎麼處理 不疊不疑啊 你看你看被我抓到的 然後欺負小農 我欺負小農 他就會虧我 那是你慈善事業 我不是慈善事業 我這個意思 你說很簡單啊 我是賣給零售商嘛 零售商一次要就是箱啊 那小農寄那個一箱給我 我要怎麼辦 我去哪邊找另外十九箱 對不對 當然我就跟他報價給他 拜託你不要寄給我 你寄這個一箱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懂了 問題出在這個結構是 沒有辦法處理小規模生產品 他才是問題 而不是這裡面的盤上 這樣了解嗎 如果今天換成我們這個一個人 跳到這個結構底下 我們會不會的神主 我們會跟他做出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跟他一樣 反正就算你學位很高 台大博士畢業 你身上帶一堆現金 你要去跟農民看 你告訴我你怎麼辦 你怎麼自保 你能怎麼自保 你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能夠現實上 能夠找到的方法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方法 可能我們不要那個 慈悲一點拿假槍 帶這個槍 差別是這樣 好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結構才是問題 那所以我在 我那時候才想到 那我必須要創造一個 結構式為這種 在主流經濟體制底下 沒有辦法去服務的 這一些小規模的生產品 那我就受到另外一個挑戰了 你為什麼要照顧這些 這些人被市場 其實淘汰就是剛好嗎 這是面臨到的另外一種 主流的路數 那當然就去講這種 市場經濟的邏輯 那時候我就剛好 就引發我很多的思考 因為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常常把幾件事搞固 一個是市場 一個是資本主義 一個是商業 一個是貨幣市 它不是同一件事 從歷史上來看 就不是同一件事 對不對 有貝殼是有貨幣 那是超久錢的事情 那商業的體制 就是我在寫那個 重構市場 就在提這件事 其實人類會成為一個社會 就說明我們沒辦法 靠自己完整的生存 所以我們需要分工 那如果一個社會 只有分工 沒有交換 那我來想去分工剔銷 這整理會不會給我交換 你自己再出業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分工完 一定要交換嘛 對不對 我們透過一個交換的系統 重新達到整個 每一個滿足他的需要 所以商業的社會功能 不就在於分工社會底下 重新整個社會的一個機制 它主要社會功能 那貨幣呢 貨幣也是一樣啊 如果那個交換變複雜了 我們就需要一個媒介來作為 讓這個交換變成容易的媒介 你會發現 這跟左派 右派是不關的 誰要讓這個機制 合理的運作 我們都會想出相同的結合 這跟左派的不關 但是我們常把這件事情 搞在一起 搞在一起 就啊 你批判資本主義 所以你就一定要批判商業 你就一定要批判貨幣 其實不對的 這不同一件事 但是我們應該去批判 我們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 習慣了那一種貨幣性 貨幣就一定需要有資本利得的功能嗎 一定要有資本基督的功能 他可不可以不要這種功能 有啊 現在人家在做的社區貨幣 就是這件事嘛 我保留貨幣 可以讓交換變成方便的 那個便利性 我保留這個便利性 但是我取消貨幣可以 這種無限期保存 可以增值的這一些功能 他會改變生產者的行為跟心態 我可以理解嗎 那 那這就是一種想像力的改變 那 那個 那個 商業一定是要以追求 個體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的 一定要以競爭為生存的方法 他難道沒有另外一種方法 那資本主義之前的商業長什麼樣子 或者資本主義之前的交換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或許要重新從這個地方找線索 當然我們不可能完全用以前的方法 我們必須在現在的條件底下 但是去尋找另外一種領域的可能 所以其實我這幾年全部都在搞這件事 但 他的困難就來自於說 我們現在這種禍境國家 當我們的多元價值是同時進到我們的社會 我想講一個時間差的觀念 就是說 在西方的這一些價值的演變 他或許有一個歷史進程 他可能或許 他可能有各種不同的進程 可能從以前的 以前的這種 維生經濟發展出這種商品經濟 然後發展出我們資本主義 然後我們又對資本主義反思 我們又有另外一種 各種的經濟行星 他可能是一個 有一個歷史的脈絡 可是當我們後進國家在看這些歷史的脈絡 這些東西變成共識性的現象 我們就會各取我們認為認同的 我們可能會把古典 非常古典的這種禮物經濟 跟非常現代的 貨幣機拼在一起 因為對我們來看這些變成共識性的現象 我們拼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發現這種 這當中有非常高的價值的錯亂 然後甚至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這個過程應該相信難度 我覺得這種問題是 我在實作的過程當中 我經常講 我舉一個例子 這也是 有一次我公司的員工就跟我說 我都叫夥伴 後來我就在叫員工 因為他們跟我說 老闆我們還是當員工一下 當夥伴很累 因為他跟你想很多事情 我們才不要跟他們講 你想跟他當夥伴 人家不想跟你當夥伴 你想太多了 老闆你想太多了 我們不想跟你當夥伴 然後 一陣子我們在讀書會 叫我們公司的夥伴 很好玩 他說 我們下班要讀書 我說哈哈哈哈 那我們來讀書 他們要求的 他說讀那個什麼 真實烏托邦 他說好好 那老闆你要帶讀書會 好好好 帶讀書會 他說讀到他離職了 都還回來讀這樣 然後 然後讀 他有一次他跟我看 欸老闆我跟你講 然後一照 我昨天看熬基板 我發現喔 這個應該要算加班 很有趣的 誰幫他跟我開玩笑 欸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我就反問他走 欸我覺得 你講沒有道理 這件事情觸發了我一個 體會喔 我突然發現 我們為什麼那樣的艱難 你知道嗎 當我們今天做公慾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是希望解脫 我們到底是 認為我們在一個成熟資本主義底下 我們應該去解放勞工 或者是我們希望去創造一種 超越資本主義的 勞資關係 可是台灣是一個 非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吧 至少 從後進國家的發展來 我們是一個非常錯亂 那我就跟我的伙伴 可以啊 你可以拿起勞基法的武器 絕對可以 但是你這樣子是逼我 拿起資本家的武器 那我一定被你打死啊 因為當我們在設計勞基法的時候 我們是假定 承受資本主義底下的關係 然後 以我去打仗 可是當我們要超越這個關係的時候 你要拿起那個武器 那我只好會套他資本主義的武器 所以真的很有趣嘛 說當 後進國家會有這個困境 你說我們不需要勞基法 需要啊 因為我們確實 在我們那時候 就會有點成熟的資本主義的勞動環境 我們確實需要勞基法保障它 可是我們也有非常 非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體制 但是他也適用勞基法 可是他適用勞基法的時候 你就會讓這些 非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體制 他被迫轉為資本主義的勞動體制 我最近去主務聯網合作社幫忙 我也發現這個問題 主務聯網合作社他其實是希望 他們是變成 員工都是老闆 他是合作社 可是很抱歉 他們還是受勞基法的規範 所以他們還是有工會 所以他們還是開會 大家就很錯亂 欸 欸我們的員工是老闆還是員工 不然他們還是員工 因為是工作行為來看 可是他們其實很多的規範 他們其實很多的內規是超越 超越勞基法非常多的局域來說 在除了我們如果是一天工作的八小時 是含中間吃飯的一小時 然後吃飯的費用是公司吸收 合作者吸收這些 可是當員工開始拿起 所謂非資本主義的勞基法 指的是說 因為他們的關係就完全不是那個豐美 不是那個格式 所以可能某些角度 從勞基法的角度來看 老闆會對員工非常好 太偶爾的好 可是在某些角度來看 他又不到勞基法的規定 可能會不到 可是當我們開始要求他 不行喔 你這邊通通要達到的時候 你等於也要 也讓他們本來的這種非勞資關係底下 他對員工額外的規範 他開始受壓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是要說老闆這樣 不對 可是這是我們後進國家 現實上要遇到的錯亂 怎麼辦 怎麼辦 不知道 很難解啊 這當中是非常難解的問題 所以我會提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 公共性治理的技術 那那個技術 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說 我們需要很多的 我覺得那個房幣 不是單純的建議在說 我們覺得別人會怎麼樣 就是說 我們確實就會 我們後進國家確實就是 處在多元價值的紛亂 然後這些價值之間 他們在別的國家的歷史 可能有一個發展的辯證過程 但是在我們過程是沒有的 是同時進來的 他變成多神論一樣 同時有他的相信的人 對 那這些交錯的情況底下 我們如何發展出一套 我們的 就公共性不會自己出現 不會 當我們沒有一個好的 好的 那一個 一個治理的方式去調節 然後甚至去 去防止 我發現在台灣最常出現的是 我們有很多的多元價值 彼此衝突存在 那行動者會非常巧妙的 在A時刻選擇 A邏輯 V時刻選擇 V邏輯 因為這些都是成立的 然後我等一下說 這最常見的狀況 以至於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很順暢的運作下去 對 那這是我現實上的運作 那我現在 目前為止 我能夠找到最好的方法 就是審議的技術 就是讓這一些矛盾去曝露 一起面對這個矛盾去找到我的出路 好 我這時間有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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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歉把你們打斷 你們那麼熱 你要打斷 因為我們還沒有 你有沒有問題 我就開放現場 大家 可以針對 我剛剛有遇到的具體運作 可以針對你的鬧鐘 是 是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 CNV大哥 台灣的 目前的資格體 是一個 就是後進國家的資格體 所以 就是 他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然後像 一些老區關係的老區 因為有什麼矛盾的地方 可是我們看到一些歐美國家 他們即便是 看似已經比較相對成熟的資本主義 他們的勞資關係 跟他們的勞基法 還是存在於很多的矛盾 那 我們怎麼樣 就是 我們怎麼樣可以確認出 就是 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 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 是因為 一些時運上有做完 然後到處 一些 我們國家 還是資本主義 然後造成這樣 的老區關係 這樣 更有老的這樣子 對 我們先告訴我們 大概再講三個題 在一起 其實我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 以農業這個產業來說 就是台灣適合作物品牌 因為說實在的 如果要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增加客戶信任度的話 品牌是一個比較相對容易 而且簡單的方法 在溯源的時候 其實也相對的 還有驗證的時候 也是比較容易的 這一點我相信 應該會 應該大家都會有一些共識 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比較是社團 那個智庫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社團 還是智庫的定位 會比較像 譬如說 為了什麼 艾哈德福利德曼 這樣子 我們整個國家被打爛了 我們想 我們可以跳出來 拯救社會 這種社團嗎 兩個問題 我想 跟老師請問一下 就剛剛那一張 那個 他農藥的那個 哨文那一張圖 先不要管 先不要去考慮他說 他是 灌起農靶 那種化學農靶的方式 我們就他 他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那個 我知道像現在農業 就變成一種分工的體制 他只是在這個分工的體制下去 從事他最容易上手的工作 那其實像那個 像那個是稻田嘛 那其實稻田 我們知道說 他現在有專門的那種代工 代工 代工 對 就是 類產的 還有播種的 因為那個要機械啊 所以可能老農 跟一些小農 青農 他沒辦法購買那些機器 所以才會有這種代工 對 收割也有一個對 那 就這種農業的那種 代工 分工的現象來講 是不是也 農業是朝得一種 是本主義的分工方式 那這樣子是不是 會 是不是更有競爭力 那我們先回答 那個 我首先我先講 就是剛剛問的那個問 你說是不是 就別的國家有比較問題 當然 那我講的是說 我們在一個後勤國家 處境當中的困境 那我比較想要 對 分享糾正 我覺得你這樣問法 可能會掉入一個陷阱 就當我們在說 資本主義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克服 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等等 那常常就會有人說 嗯 那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嗎 以前共產社會就沒有 其實 對 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壓迫的狀況 並不表示在共產主義 就沒有它的狀況 那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我們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進到下一個陷阱 我們就會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同樣的 我講台灣 台灣產生矛盾的狀況 是我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並不表示說 其他的社會就沒有它的矛盾狀況 但是它不是 不是我們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你說那個農業 你剛剛問什麼 第一個 分工 分工 不是 它是問分工 前面那個 品牌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你的問題也是典型反應 就是說 當我們看西方在超 不要看西方 我們就說 當我們在看一些文化的發展 那個商業局的發展 它最後會以品牌的方式 可是品牌不會先出現 而是舉例來說 台灣強調第三要驗證 然後我就常開這種部分玩笑 第三要驗證的前提 是要可信的第三方 但是可信的第三方 那個可信怎麼來 不是法律授權來 而在於什麼 我平常做人就有公正客觀 謝老闆做人公正有名 所以好你們到信任我 我當那個公親 以後我當公親 好不好 我幫大家來去看 你們信任了 慢慢才發展出一個制度 叫做第三方驗證 我看過你們就相信 因為我的社會基礎夠 同樣的品牌重要 但它應該建立在一個好的過程 社會過程上 這個我們都非常信任 所以你的品牌還有價值 但是當我們把它變成是一種 商業操作商相反 我創造你對一個品牌信任的印象 我們當年不是都很相信品行嗎 對不對 那它的印象是被操作出來 而不是累積在它那個社會過程 我覺得如果 我們常會想要一個很快的話 來解決問題 常就會 會產生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品牌應該是沒錯 但應該是結果 那你說農業分工 我覺得 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先想 就是說 當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的 經濟價值 跟它經濟形容的時候 是不是只有 以產值來定義經濟 我想這是第一個問題 假設是 假設是 假設是的話 那確實要是一個 有效的分工體系 但是這涉及另外一個 更現實的問題 台灣的農業現況 我們可能根本上面是 我們很 我們的生產面積很零碎 想說土地露體 我覺得這問題很難解 那問題也都 我自己是 認為說台灣的農業要走向 先拋掉那個價值認同的問題 要走向整個 如果我們要走向那個 產值發展大概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透過對那個 勞動更有效率的 這個勞動組織的方式 像董南俄做的 或像 那個 國家雙面那種模式 應該是 大概是一個方法 但是 它是不是好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即便是這樣 我們可能 跟其他 比方說 跟別人 跟中國比起來 我們可能在 土地生產成本上 都還是偏高 這是台灣農業的 基本問題 所以 產業的問題是 要考慮這些 我回答那個 噴農藥的現象 從這邊我是要帶說 剛剛先生要說 我在 我不是不認同他 對於社會企業 想要去解決 社會問題結構 這件事情 不是 可是問題結構 到底是什麼 你要先去界定 比如說噴農藥 它反應的到底是什麼 它反應的是說 農業部門開始去分工專業化 所產生的一個缺工 所以才對同工工的需求 還是說呢 反應的是一個 貧球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界定問題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解法 所以那個結構的問題 但問題的結構 結構跟問題 其實是各自呼應的 所以你不能說 你認為 其實你企圖解決的結構 其實只是針對 指涉某一個問題的結構 它不見得 那個結構的結構 其實可能還存在了 結構的結構的問題 比如說你講一個 台灣生於後繼的 這個處境的樣態 那事實上不是我忽略 因為我是經濟發展學者 所以我就專門在處理這個 後進國家 跟所謂現代化先進的這些 所謂我們講的 後進追趕的這些現象 那包括我跟米聰 跟米聰 跟米聰 這些研究團隊 其實一直在針對這些問題 在做研究 所以你說那個是酷或是什麼 其實只是不同的平台 只有我們思考就說 台灣怎麼去解決 我們處於後進 落後的這個 不要避免落後 其實我就是落後 因為落後跟先進其實都相對 相對於那些 比如說我們講 那個西方小國人 非常成功合作社員樓士 整個生產樣態 還是價值體系就是相對落後 這是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不是反對說 社會界應該解決結構問題 不是嗎 可是那個 你講的結構其實就是 指設你對問題的認知或設定 那相對的 不是你設定的問題之外的問題呢 那其他的問題所指設的一個結構 其實或許他們是還蠻相扣的 你應該來處理 或思考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先簡單回答到這裡 你怎麼沒有記憶下來 博士它是怎麼改的 就是開掌娃娃博士的壞處 就是基本上是 不改 不改 好那沒有 我們在第五 這邊一二 首先針對剛才那一張無藥的圖 我想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曾經在 紅布拉市的農集團那邊 那麼有依待 那時候我們團長給我說 欸看他們的噴條都沒有任何訪問 叫我們做SOP 我們就知道以前學校學的 要那個就是封往這邊推的時候 你要倒退你的噴码才不會噴到自己嘛 要那個防護啊什麼 口罩全部都要帶 然後工人才用一天以後 差一點時間把我們全載了 對 因為他們很窮 他們說這樣太熱 然後很不舒服 台灣其實我覺得 我們當初在學校學的時候 也都會發生這個問題 變得噴藥 除非是有一個直接是 類似你坐在噴藥車上機器來做的話 不然你要全部防護的時候 很多時候真的會遇到很不舒服的問題 就是剛才針對就是那一張照片說 他怎麼全身都沒有防護的時候 我提出一下我們 曾經遇過實務上的問題是這樣子 好那我也想問一下謝大哥 就是說其實剛才 其商博士有說 你比較覺得說台灣其實走 合作社這個模式會比較行 可是我想問的是 社會企業怎麼去解決 所謂的在這些小生產者 他的資本設備不足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我的朋友來找我 他說他去台灣的幾個男人看 他看到他就覺得很搖頭的失落 因為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非常簡陋的 很多全部都是人工 在河南他們今天是全部自動化 那這種全部自動化 他只能否一個文字 他一定是要我們一個人 一起去做所謂的升級 那或者是說 我今天是個合作社 我們大家集資去建立一個 跟大家幫我們文字去做升級 這個部分 以社會企業的腳屏 有辦法去先入協助嗎 以上 謝謝 我的問題是很嚴重 不過希望兩位都可以跟他 天基金用腳我都可以通 但是我只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複製更多的協助 你們看 只要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多的銀臉 你應該懂我的意思 OK 我再多一個 有沒有 台灣的市場 到底建構在誰的目的 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建築史觀裡面的看到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會建構一個出賣台灣委員會 因為我的商品是台灣 那當在思考台灣的這個 這個經濟運作的過程裡面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中華民國建立在台灣的目的 根本不是把台灣的產業 根本不是把台灣的產業 當做他的思考 這是我看到的問題 就是說 生育所面臨的這樣子的一個體系 它是在一個經濟運作的過程 但是 這個過程是在一個 先有一個 奪取台灣 資產 資源為目的所建議的一個國家 所以說你現在在看的 這一個為台灣人要怎麼樣去做這個市場 如果我們要考慮到這個目的 他拿了所有台灣的利益 他是要回家去的 然後被這一群現有的政客 拿到錢之後 他不知道要到去哪裡 那他怎麼會去思考你看到的問題 我是普通這樣子的一個失去的 好 那個 快速回答 說剛剛講那個 我先回答的那個問題 就是 其實齊珍今天 本來要那個題目 你穿越一些 我這邊反對 我是這種 不過我同意他 他覺得這很有趣 他說因為我們每次都在講西方的 我們應該從來沒有好好的 把台灣的食物 這個原則上很好 就是讓你當標本 但是我要講說 其實你們應該看到另外一點 複製的如果不見得是對 我當我今天存在這裡 其實我有一種意義上的存在充分的反應 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社會 真的啦 真的 你覺得我做一個比較有理想的事情 然後非常跌附這些事情 然後 我又不能募還 我為什麼還能活著 或很厲害 當然不是 我運氣很大 但那個運氣是有條件 我是台大人 那個時候又流行社會企業 所以政府部門要找很多標竿 我們這種高學歷就很容易 跟他找到別人的標竿 那我們就會相對別人 有更多的機會跟 可是我的能力是最好他覺得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 複製很多 我們這種 這種 這種人存在 都有可能 見得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是說 剛剛你講那個 我會 我會 我問你一個問題 在這裡 像這種所謂的 基本性 資格 好 我比較不會這樣問問題 我不會這樣問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今天 要了解說 我做的研究 是一個高度實踐性的研究 所以當我在判斷的時候 是有高度行動 指向性 我為什麼不選擇合作 是兩個原因 一個是 好如果我們單純從裡面上來看 我不是要去建立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 體系的經濟模式 不是 我就是要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裡面去 操控它的機制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在實作上 這才是最主要的 因為既有的合作社體制在台灣 它已經是一個很難去改變它的權力網路 有10,000多個合作社 很多什麼農業的部門 最多1,700多個 都是農會 因為我覺得這事情 這難度很高 你知道嗎 他們是某種意義上 已經變成是在分瓜 這種政府資源的一個系統 那我覺得 好如果今天要搞合作社 我要告訴你合作社 不是這樣 我要先去戰鬥這一件事情 那可能就搞掉我半輩子的力氣 可是社會企業在台灣才剛出現 那我覺得這一局比較好繳 對不對 我隨便講一下 就被社會企業的權威 因為被幾個人拿來看 我有機會重新去定義 這對我的考量最主要是行動上的策略 那我這關兩個的精神是一樣的 就是合作經濟的可能性 操作經濟的可能性 所以對我來說主要是 是這個原因 倒不是說他們兩個有本質上的差別 不是 可是他的問題重要是說 你說像資本 對 或資金本 所以你要貴重生產 好 這個問題 我問你社會企業怎麼做 我覺得這跟 是否為社會企業 是並不是邏輯相關的問題 所以當你一個 當一個經濟行為你要 我們談產值要升值的時候 我們一定需要有技術的投資 這些都需要資金 不管你是企業或非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跟非社會企業 舉例來講 我今天不會因為 我叫社會企業 我就不用搬過 我的水果的自動牌 不會吧 那我還是去搬 但我如果搬得有效率 我就要投資設備 在這一點 是跟我似乎有些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這個市場上的資金 不會流到這些 非主流市場經濟行為的 這種經濟行動上 為什麼資金不會流到這裡 那這裡輪我一點點時間 我認為這跟台灣 那個資本市場 有很大的問題 台灣現在如果有搞創投對不對 我順便批判一下 因為從台灣的創投 都沒有搞懂創投兩個字的意思 這樣你不是知道 Nature Capital嗎 直譯叫做冒險的資本 可是台灣在創投 我跟你講很多創投 知道我們談 他都問我一個問題 欸 那你們的獲利率 我就跟他說 如果沒有獲利 我去銀行貸款就好 為什麼要奔利 我去借錢就好 所以冒險 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有可能 創造一種新的經濟格式 或者新的市場秩序 他值得冒險 那冒險 我要怎樣 只會來冒險 我認為那是創投的意義 在這裡 創投的功能跟機制 他理論上可以是一種 為創造新的市場機制 成為 成為冒險 成為一個資金來源的管道 但是在台灣 他們創投資 他們的創投 基本上跟投資是一樣的 他要尋找可以獲利的標準 好 所以我認為這是 那個部分是 那個資本的 資本的 流通的過程 應該去創造這種 為什麼可以說是保留他的戒指尋嗎 是他戒指尋嗎 欸 就是 避免他別淺 可能想 講白一點 那 那是不是這背後 對啊 我相信這背後 可能可以反映到 哪些階級的原因 那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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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剛剛這個朋友講到 一個 很多他私的 替代 那個 那個 多解說 你就是要用機械的話 還要取代有功能配料 怎樣 我 我剛報告來 很棒 他 那是說 這些所謂的 為什麼他會配料 他會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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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合理 所以 解決這個問題 的方式 就是 用機械化 用一間機械來取代人力 是不是 對 那 對 我就要從這邊帶到說 剛剛是右手分享很多 比如說 電證 等等之類的 你看農夫 跟市場 在 在 玩那個 玩那個 誰比較聰穎的遊戲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 為什麼不針對 原頭 問題的原頭 去取 比如說 噴藥的問題 為什麼就不能 就是用 機械式的噴藥 去取代 人力 對不對 你如果 始終維持在 人力的狀態 那你就是 中暑或是中毒 兩種選擇而已 可是我們 跳脫這個選擇 一定有辦法 對 不然西方怎麼進行 那為什麼說 合作跟團結 這個 台灣要 要 要掙脫這個 競爭上的一個 夜市 其實這是 非常重要的 一個指數 你沒有把這個 帶進來 很多 因為 比如說你停留在 個別生產者的角度 你就會面臨 資本不足的問題 沒辦法克服 可是你要想 欸 台灣是一個 缺錢的國家嗎 可是你如果 機械的話 那些人怎麼做 問題 沒有 絕對可以 穿到新的工作出來 不是 這一個 所以這是另外 另外 台灣是一個資金獲勝到很嚴重的程度 所以台灣不是缺錢 你說沒有相應的組織嗎 融會在那邊啊 為什麼沒辦法去改革 可是你要改革的時候 你到底要去改變什麼基點 去抓到什麼基點 所以 我非常推崇深誘的 入文的那些 論述跟想法 你要去找到基點 這個基點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你要去拋開那個後勁 或是什麼 多元價值分亂 我跟你講 每個國家 每個社會都是價值在鬥爭 所以重點是 我們要去呼籲出來的那個公共性 到底你要去支持什麼樣 覺得真的去可以翻轉 這種不公平 不公義的這個結構 我覺得要從源頭去思考 不是從那個後勢 後到再處理 這個不用說 我自己想補充一下 他們講 其實那個後面那個價值 DRIVE 其實在農業加工 在北流 事實上 它是不列入所謂的自由貿易 它是市場 它很多東西是自由貿易 或者是自由市場貿易 可是因為它的一些價值 是它的 跟文化的關係 跟農業的關係 它國家就會 特別透過一些機制 去貼啊 或是去思考 所以那個背後的成本 就會寫不明 放到這個 這個全球化文明 要不然大家都被 美國的那個 什麼市場的經濟 的農業大愛 所以最後是 看看你這個社會 對於這個農業本身 你所謂 其他的價值 你要不要變成是 你這個國家的價值 我想在很多 交換自由貿易 就在北流 或者是甚至在歐洲 那農業事實上是 是Exception 還有文化 你說產業文化 就是 電影 這是不滿意的 這裡面還是一個 這個國家的一選擇 選擇 那 當是誰 我們 時間已經很晚 所以 就 塞一輪照 那就簡短 就一句話就直接 最後我還有問題對不對 有 幾根已經有說了 這個是三位的問題 是 OK 好 那就怎麼看了 就是剛才又 我覺得很不容易就是 你要跟那個 要跟 有一個共識的那個 那個階段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的今天就是說 如果那個共識 就是說如果跟 你就是說如果影響政策的話 就是 先影響地方政府 還是中央政府 就這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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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是誰 有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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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要 我覺得 你從講的很好 就是說當 我們在 我們從理論分析 叫國家機器什麼 有的那個 石座上的國家 就是一堆公共有組成 那你要 你要 你要 解決限制問題 就是 你找到 你能夠切入的那個地方 如果今天認識農委會 一定從農委會下去 我認識地方衛生群 都不要問一下 他沒有一定的方法 OK 謝謝兩位 最後三十秒 其實稍微回答一下 你那個 其實我們的字幕叫做 公民字幕 公民字幕 其實背後 其實他不只是一個平台 他代表說 因為物理學家也可以去談經濟 然後一個 一個經濟學家 或是不同的人 只要你是作為一個公民 你可以去共農 談一些在於你知識 基礎上的 這個 共共政策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很重要的想像是 呃 台灣的 NGO 所以現在很多NGO的朋友在這裡 就是從 三十八以後 其實被政府本身 有很多的不滿 所以大家 能夠到街頭上 三十八 對不對 可是問題最後 事實上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說 我們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這個願景 它是某些價值組成的 可是這些價值有互相衝突 可能問題很多嘛 然後這些價值衝突了以後 你真正的公共政策 要怎麼落實下 這個環環相構有複雜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 通常以前是有國家 或者是甚至在大選裡面都不見得真正做的 所以這個政策 本身的行程 它影響是那個深遠 可是這個公民社會 基本上只能衝非常束縛的這個價值 去跟它做對話 你要玩上街頭 像最近的那個 一例一休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表態 是後來聽到專家禁述說 要衝我們才衝 那原因是我相信它的公共知識 而不是相信一個束縛的這個正義觀 那我是覺得台灣現在面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你必須要從一個束縛的正義觀跟價值觀 走到一個落實 如果落實到公共政策 那這個部分的落實 是公民制服必須 就是等於公民制服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平台 大家發表不算 它是有溝通 然後它是專家必須在這個平台裡面 說一些讓大家可以討論這個平台的 那今天我很高興 就請到兩位專家 一位實作者 然後一位專家 接受到他的平台 那我希望建議的是 從這個公民制服類似像這樣 或者責務這樣的平台 大家能慢慢得到一個對公共政策的共識 而不只是一個價值上束縛的 大家是很感動 那個太鼓勵 太台式了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 那這個共識本身 它一定程度會影響到 我們未來的選票 可以去蹲出證明 做一個人家 落實下來的共共政策 那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大概是我們 就是潛在事實上 背後的制服的一種期待 或者我們在這下面做的 所以今天其實不只是心理土老 無腦而已 我們希望能夠真正的 能夠落實到未來的 複雜的政策跟現實的問題 可以不夠得到一定程度的 國語台灣史真正的出入 好 那好像你還有話要問 話要問不問 什麼 嗯 好 那就很快 因為制度是我覺得制度行銷 所以很快把一句話說 制度行銷是成為意見領求嗎 還是有不同的 還是有不同的 我們都是non-man的 所以我們都是共鳴創 經營者 所以你家屬以後就變成共鳴經營者 我們裡面沒有CEO 又往裡面有前副CEO 都是共鳴經營者 那這個當然 所以它那個組織事實上是比較 一個平等的組織 還有我們裡面有註冊 所以也被我們講了任何 對位這樣子 我們試一下會再講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場地 Sophie已經在那邊看了 所以我就把我時間 是不是交給你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